BRD啊 我们主要做啊 其实有三个大的啊 我们需要去传达的啊 作为产品经理 我们需要去传达的内容啊 第一个需要告诉大家啊 告诉决策层也好 或者是啊 评级的这些协作部门啊 我们的项目很重要啊 我们的项目很重要 我们的项目很重要啊 这个需要就是告诉大家啊 为什么我们的中药 中药完了以后 需要得到决策层的支持啊 需要他们支持我们产品啊 去把这个项目做下去 做下去 这个是第一点啊 要获得支持 这个其实是站在我们产品经理的 这个角度去写PRD 包括去做PRD宣讲的一个 主要的诉求啊 第二个就是有价值啊 就是我提的这个需求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才有可能啊 舍得花成本对吧 才会有投入嘛啊 所以希望能够获得重视 能够纳入到公司的一些规划中 包括战略规划啊 战略计划 类似这样的一些目标啊 第三点啊 其实我们需要资源 我们做BRD的时候 更多的是落实到这一层 对吧 没有资源 很多事情 产品经理 巧妇难为五米之催啊 对吧 你没有资源 你什么都搞不了啊 希望决策层能够能够帮助产品经理啊 横向的去协调来资源 使得这个需求能够顺利的推进啊 这三点其实就是BRD最主要的诉求啊 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 站在产品经理的角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我们产品经理去写BRD 就把握好这三个目标就OK了啊 基于这三个目标 我们去组织我们的BRD内容啊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的 然后准备还有包括一块啊 很重要的 我们得知道我们的决策层都是哪些啊 其实我们是需要根据我们提的这个BRD的这个想法 去寻找我们应该去找哪些角色层去满足我们提的这目标 对吧啊 比如说你你你需要去做第一点啊 需要获得别人的支持 那你可能就会找你的主管的啊 负责人主管的产品负责人 让他去更好的了解啊 你提的这个项目啊 提的这个需求很重要 那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重视啊 得到很多的认可 纳入到公司的整个这个规划过程中 那你可能需要去找CTO啊 CEO就是公司整个的这个负责人 让他能够很好的认识到你啊 了解到你在提的这些需求 那如果需要资源 比如说你需要开发资源 那可能需要CTO对吧 技术类的 那如果你需要钱啊 做一些市场活动 做一些运营活动 那你可能需要去找CFO 他会去管这些钱嘛 对吧啊 当然还有什么COO啊 类似那样市场啊 运营的啊 这种岗位决策层都会有啊 这只是给大家点一下啊 好 具体到这个角色啊 决策决策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决策模型的啊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分类啊 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啊 讲一下这个决策分类 我就直接在这个啊 画面上空白去画了啊 我们其实可以把我们的BRD去找决策层的时候分成几类啊 一种是我们需要去找资本 找资本类的 资本类的啊 资本类的刚才提到了 就像我们的啊 CFO一样啊 管钱的或者是财务总监 我们去需要去协调自费 经费 对吧 啊 这个是很大的一头啊 他们主要是帮助你搞经费的 你希望你需要通过你的BRD 让他们更好的啊 去给你 理解以后能够给你出资 他们关心什么 嗯 大家想过吗 就是这些管钱的这些啊 决策层 他们关心的其实是ROI 对吧 投入产出比啊 你准备花多少钱 比如说我花一万块钱 我花一万块钱 我能拿来多少的注册量啊 或者是有多少的app的下载量 嗯 他们关心的是这个 那你所以你在BRD 你就要去更好的诉说这些 方面的数据啊 资本层面的 同时如果你需要花啊 收益的话 那比如说我我投了两块钱 在一个用户身上 我希望从他的身上 能够赚得一百块钱啊 那他一下很高兴啊 你这个投资汇报率很高 是吧 但是如果你 你说我花了两块钱 给每一个用户 然后我收入也是两块钱 持平了 那这个 在BRD里去写这样的需求 那收益很低 是吧 那很多这个决策层的老大们 就不会满意了啊 那因为你这个投入和产出啊 持平打了个平手 等于没做啊 白花力气 没有价值啊 还有一类啊 市场型的 市场型的决策啊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需求里面 涉及到市场这部分 那市场这块主要是什么啊 比如说我们的COO 主要是指运营 市场运营 还有商业经营啊 商业运营市场营销 对 营销的话 你要搞活动嘛 那你这部分可能其实和CFO啊 资本这边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市场营销 大家不要太在意我写的字啊 这个花板还是有一些不太好使 包括一些运营的事啊 运营的事 比如说我需要多少客服啊 多少销售 帮我去做这个产品的推广 或者产品的服务啊 这部分都需要找这个市场运营员 其实他这边也很 就他的他的那个啊 决策的想法和依据和资本市场的这部分就不太一样啊 资本的类型这部分就不一样 你需要考虑他关注的是什么啊 啊 我这个活动周期是什么样的 持续多久 我能带来多少回报 是吧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啊 年发型的 年发型的 我们去啊 刚才那个举的例子 其实就是主要针对这个研发的啊 我们找联发的 我们可能就把它形象的话为CTO啊 CTO 我们就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角度 想去获得技术上面的支持 技术支持啊 比如开发资源啊 QA资源啊 或者一些技术的啊 储备啊 技术人力的储备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啊 他们关注的就是我这个BR里面设计哪些产品功能啊 有什么技术难度啊 开发周期是什么样的啊 这个是研发一类的啊 还有一类啊啊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战略型的 战略型的 这部分人就像CEO一样啊 这部分决策者啊 我们希望我们的BRD能够给他们传达出我做的这个项目非常重要能够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啊 希望他能帮我协调来更多的资源啊 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源啊 同时能够把我的这个BRD纳入到整个公司的规划里啊 产生巨大的影响 产生巨大的影响啊 那作为这个战略型的啊 那CEO关注的又是什么呢 CEO关注的东西会非常多了啊 会非常多了 他更多的关注未来能够影响公司发展的一些方面的内容啊 包括问题啊 什么的 这些都会涉及啊 我们其实可以看啊 我们BRD主要是会是在争取这四方面的东西啊 刚才也说了有三个大的诉求啊 三个大的诉求 但是我们面向的是这四种不同的 你说资源也好或者类型也好啊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BRD能够让决策啊 决策者决策层去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决策啊 分别纳入到这四个方面去 对吧 嗯 这个就是一个BRD的决策模型 决策模型啊 决策决策模型 就是我们在做BRD的这个宣讲也好 或者是啊 架构我们的这个BRD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去考虑这四个大的方面啊 因为我们需要去争取这四个大的方面的不同的决策层 给我们提供不同的支持也好 或者是啊 判断也好啊 这部分工作是这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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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